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胖 专业做白酒团固和批发 很高兴的就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知名度比较高的产品 品牌线的产品 就是我们面前这款狼酒的红花狼石 狼酒这个品牌 在酱香型白酒品牌当中 仅次于飞天茅台 仅次于茅台 知名度比较高的品牌 也是标榜 第二大酱香 今天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红食 狼酒在产品品牌推广上 也是 做的比较不错 在它的品牌 广告推广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投入的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红食啊 包括红食五青花狼 这些这个主线产品呢 也是比较受大家的一个热度非常高 这个销量的也还可以 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下这款产品 红食 红花狼石呢 这个也是属于 红花狼中端产品的一个入门级产品 中高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产品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外包装盒采用的是硬质盒的一个包装 一家红食五呢 红食五呢 他们都是红食五以上都是采用 亚克力那个 亚克力那个透明的一个外包装盒 这是硬质盒的 打开给你看看一看这个产品 哎哟 哎哟 他是怎么开盒的 是这样是开盒的 哎哟 哎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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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开盒不要费劲 陶瓷瓶的瓶身这个产品我们应该接触比较多 对这个产品的认知度比较高 红色的包装一般昏宴洗漆用酒用的比较多 狼酒红石我们打开给大家品鉴一下 尝一下这个红花狼石的一个酒体怎么样 天宝洞藏红石酒 这个狼酒这种酒香闻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它这个酒香还是比较细腻的 香气闻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尝一下这个口感 都说狼酒偏酸 确实这个口感尾段还是确实偏酸的一种口感 整个酒体喝起来是比较细腻 柔和度也非常的好 尾段确实有点酸 这个酒回味这种感觉我回味这个口感有点淡 整个酒体的柔和度比较高 喝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总体上来说还是协调性还可以 协调性也不错 但是呢这个像这种产品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 多少有一些品牌的溢价 所以呢也是属于正常情况 因为它毕竟花这么多钱去投资做网告 它不可能把这个吃不上 所以相对来说呢 略微有一些品牌的溢价也属于正常情况 但是这种产品适应的场合比较多 知名度比较高 它这个品牌有品牌的话 它就很多啊 有这个用酒的话 这个用的比较普通 就用空间用酒啊喜庆用酒啊 还有这个招待用酒呢 大多数的都选择一些啊 品牌都知名度高的产品啊 所以呢这个产品呢 适应的场合比较多 嗯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品 但是一款这个红石 狼酒的红花狼石 嗯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